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跟你讲我是个不可知论者 我也认为谁能保证他全知全能 谁知道这个玩意儿 所以我一看到这个消息 说咱们空气中有这个东西 我就开始 你说到这个问题 恰恰显示一个什么事 就今天关于全世界各种关于日本这个事 很多阴谋论很多怎么样 大家都不相信核专家 因为他恰好点出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谁能告诉我们这核辐射没影响没事呢 一般我们都信这个核专家 对不对 但其实呢 这是有共识的 这真不用怕 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大家就不信核专家呢 因为你想想看 谁会大学的时候 硕士博士跑去念这个东西 这是个很冷门的东西 念辐射 对你念研究这个核子轮这个东西 你念完这个出来 你干什么呢 你告诉我 你能做什么工作 居里夫人怎么死的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所有这些人啊 在欧美这些地方 在很多国家 包括甚至在中国 大家的看法是 你搞这个行 你研究这个行 你的出路 就是要不就帮这个核电公司打工 你就算在大学 你也是老给这些人当顾问 这点研究费 换句话说 这个世界上要找到完全独立的 没有任何利益背景纠葛的 这方面的专家是很困难的 因此现在很多媒体就说 你到处去问人说 这有没有问题 都跟你说没问题 但问题是 你在看这些人背景 就是这个人信吗 所以这个就特别 而且我跟你讲 现在咱们这个陈老师 跟这问题纠葛 可怠使了 你也不研究这个 这位一位私妇啊 切身感受啊 他的女儿现在正在东京 东京对 有问题他就在地震那一天回了东京 他在中国待了一年 然后他那儿有份工作 就叫语言 听起来叫做志愿者 我先打断他一下 我怎么知道呢 他有一天打电话给我 想要我们那个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这个资料 他研究 我还听壁峰说 说你全家劝你女儿不要再回日本去 是他3月11号下午开始去 就在地震的时候 他正在 我正在送他往 那时候不知道是吧 国际机场走 然后呢 等手机短信来了 说地震了 我们很高兴 他飞机飞不了了 晚上会回来了 结果还是飞了 飞了 飞了结果7点多钟到成田机场 说像难门演艺啊 然后等到他东京住的地方 已经凌晨两点了 当然我们就说你快走吧 这样他3月15号就逃出日本 跟他男朋友就跑到加拿大去了 但是我也知道就是带俩行李 上不上下不下的也不是办法 所以这些日子 他说调查了很多数据以后 说好像还可以 东京的同事说没事 所以他昨天又回去了 就昨天又跑回东京 你让他回去 我没有办法劝不住啊 劝不住 他就是个大人 研究这个 他是个大人 我们全都劝不住他 他就回去了 他的男朋友还有一个哥哥 还笑他 你跑什么跑 他还待在东京 两个加拿大兄弟 居然在日本 已经十几年了已经 讲一口日语 这样子完全觉得没问题是吧 不知道 但是我今天给他打电话 我说因为他回去时差的睡觉 然后今天打通了 我说你到东京感觉怎么样 他说很正常 就跟以前一样 但是就在他到的那几天 逃走以前那几天 他已经出去到处买水 买了买够了两个礼拜的水 然后现在他们买食物 我说是都买进口食物 但问题是日本的食物 大部分都是进口的 都是进口的 对 现在我只能等他自己在那判断 因为他其实是个胆小的人 到底值不值得待下去 大家都在往外跑 你还回去 我觉得这是贼的 当然大家不要学习我 但是就是我小心到什么程度 我买的一个日本品牌的 我订了件衬衫 一个月以后到货 我这几天到处问人 我说那他我还能穿吗 没这么严重 温涛你别这样 你这开始有点为言耸听 我听过一个说法 就是从塔什干那买来的地毯 挂那 就头发开始掉 结果这个地毯是60年前的 不是几十年前的核爆 就已经吸收了很多核爆 有可能 但是问题就是 你现在我们要知道 他那个福岛核电站的核爆 是扩散到什么程度 当然我们都说东京离开机场的人 有时候绳上都带点辐射 但那个辐射量又大到什么程度呢 对不对 你比方说现在 这种辐射量是只不过是非常正常的 比跟我们平常中国城市 不会差很远 但是你知道吗 我是因为对这个有深深的怀疑感 对这个世界有强烈的不相信感 我觉得所有专家背后都有利益 你不知道背后是什么 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有个人叫平井献夫 在日本核电站打了一辈子攻 身患癌症 最后成为一个反对核电站 到处演讲的人 他就跟你讲 他就讲了一个角度很有意思 他说你以为设计的那么完美无缺吗 他说但是现在在日本 我想他日本他都说这样 他说有真功夫的老师傅太少了 安装的时候 这个螺丝长点短点松点紧点 他说你知道吗 核电厂里边铁丝掉到原子炉 工具掉到配管里卡住的 这种小疏忽 层出不穷 因为老师傅少 因为就像你说的 愿意去核电厂打工的这个人少 包括一个电焊工 日本人做事情那么认真 都还这样 担心这个 而且他就说菜鸟们 像堆积木一样堆起来的核电站 我跟你讲 他讲了一个故事啊 挺挺甚的话 说记得有一次运转中的核电机组 有一个螺丝松了 排摄出的辐射量很惊人啊 锁这根螺丝 我们准备了30个人 这30个人离螺丝 7米远的地方 一字排开 听到预备跑 冲上去一个 你只能拧三下 你就得撒腿跑 你身边那个监测仪啊 嘟嘟嘟 你就得走开 不行了啊 他说你想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工人 可不可以好征以侠的把这个螺丝 拧得非常好 所以他认为这种核电 他是工人呢 他这种核电站 他认为就是公司里 平常对他们进行的教育啊 说没事没事没事 你知道他 你看他这里边打过工的 你看现在这个 说知也姓南 这个官方长官 他们说将来可能就是日本首相 因为这次坚持人崩溃了 对对对 说他做的不错 咱收到的情况感觉就是彻底对付不了了 没错 越闹越严重 你就没有想到啊 怎么会这个呀 你还别说我这种人 就怎么着啊 你这个空气里有辐射尘 你说对人体没影响 可是这个老百姓啊 他是能躲就躲啊 能不买就别买啊 你这个东西太可怕了 但问题是现在你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知道其实这个德国有一个就是保时捷和奔驰的那个州 叫什么巴伏州啊 是在巴伏州吧 不是 反正就那个州吧 那个州啊执政了58年的 对 老政党倒台了 倒台了 就是因为他他这个州主要就是靠这个核电站 突然间一弄常来这个 本来这个胜券在握的 他是 积民党的吧 那个州长 他们执政了几十年 然后呢 他们一直是立足搞核电 甚至他那个候选人就现任的州长 就一直说核电没问题 整个宣传海报都这么讲 那个州最反核电的呢 就是德国有名的绿党 绿党 黄岛党党 一直攻击 绅士本来差很远 就在选前还不到十天 出了这个事 那边就积民党马上也要想改变 海报都改不及啊 你知道吧 结果现在就绿党首次执政在德国 地方州里面 我觉得这个核这个东西啊 真是就是不可思议的 不可思议的 而且日本民族啊 有这个记忆 你知道这次日本大敌人一出来 成了个电影聊天 嗯 很多人就说多部电影 不都讲吗 有这个什么日本人拍的 还有这个黑泽民的 嗯 一个电影著名的那个梦 嗯 梦 一字中有一段 有一段就表现日本人对这个核的这种阴影 啊 咱们可以放一段 体会体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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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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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盾 嗯 一千万分の一グラムでもう癌になる 黄色いのはストロンチウム90 あれが体の中に入ると骨髄に溜まり白血病になる 紫色のがセシウム137 生殖腺に集まり遺伝子が突然変異を起こす つまりどんな子供が生まれるか分からない しかし全く人間はアホだ 放射能は目に見えないから危険だと言って 放射性物質の着色技術を開発したってどうにもならない 知らずに殺されるか知ってて殺されるかそれだけだ 死神に名刺もらったってどうしようね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谢谢大家